988聚焦东盟 欢迎来到988聚焦东盟 早安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消除 但是新加坡就确定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天下午就宣布 政府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 那根据宪法呢 国会就最迟必须在明年的一月份之前解散 并在明年四月期限之前举行下一届的大选 因此呢他就向总统建议解散国会 也获得了总统哈利玛的批准 大选正式启动 那水举官就宣布 下一届大选的投票日是在7月10号 跟上一届大选一样 投票日是落在星期五 竞选期是9天 那国会已经解散 提名日呢是在下个星期二6月30号 目前呢新加坡是实施了两个多月的病毒阻断措施 是在解封之后的第二个阶段 李显龙就说呢 跟以往历届大选一样 政府将会在选举期间继续运作 即使国会解散之后呢 内阁依旧担负治理的责任 其中呢多数人关注的冠病防疫工作 由卫生部长严金勇 和国家发展部长黄群才 联合领导的抗议跨部门工作小组 继续领导和工作 那新加坡上一届大选呢 是在2015年举行 是借过总理李光耀逝世之后的第一次大选 选举结果呢 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远远超过了2011年时的竞选成绩 好了接着我们来关注全球的疫情 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人数呢 正式突破了900万的大关 超过47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 这波疫情的继续加速蔓延 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持续几十年 那世卫的总干事谭德塞就说 全球面临的最大危险呢 其实不是病毒本身 而是缺乏团结跟领导 同时呢把疫情政治化 也是加剧了整个问题 他也再次提醒各国 在重启经济活动的同时 继续推行卫生措施 包括要追踪跟隔离冠病的患者 和接触过他们的人 另外呢 中国北京最近疫情复燃 美国的两个科学团队就发现 北京这波疫情的D614G突变病毒呢 是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以及更加容易侵入人体细胞 D614G变异读书呢 是于今年2月初 在欧洲广泛传播 进入其他地区之后呢 也非常迅速地成为了 当地跟如今世界主要的读书类型 尽管全球的新冠肺炎病例 是不断增加 最近的单日新增呢 也才刚刚地畅下了新高 但是呢 就有一名意大利的传染科医生 就相信新冠疫情是正在减弱 而且呢 最终不需要疫苗 也能够自行的消灭 这名医生呢 也是意大利圣马丁诺医院的 传染病部门主任巴塞蒂 他就形容呢 今年3月4月的时候 新冠病毒就好像一只凶猛的老虎 但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只野猫 他也推测 病毒弱化的原因之一呢 可能就是因应社交距离政策 而出现了变业 同时人类的免疫系统呢 也开始有了反应 因此巴塞蒂就预料 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 这款病毒会先灭绝 不过呢 英国爱希特大学的医学院教授 潘卡尼亚就没那么乐观了 他就不认为病毒会这么快消失 因为呢 这款病毒有非常强的传染力和传播性 这波疫情呢 是冲击了各国的经济 除了影响各行各业呢 也让本来生活就很困苦的拾荒者 雪上加霜 在柬埔寨金边呢 就有一座垃圾处理厂内 住着500多名的拾荒者 他们之前都是靠着在这座垃圾厂内 翻解一些塑料瓶啊 或是其他可以回收的物品来维持生计 但是呢 受到疫情的影响 垃圾厂的管理委员会 为了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暂时就不允许他们进行翻解 就让他们所能够收集到的可回收物品 是大幅度的下降 但无论如何 柬埔寨政府呢 最近就宣布 为56万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影响的贫困家庭 提供现金援助 而对象呢 就包括那些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士 或者是呢 住在偏远地区 而面对粮食短缺的贫困家庭 预料将会有230万人受贿 好了 今天就问题跟进到这里 我是Cindia新锐 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准时收看收听 988聚焦东盟 香港大陆